4月1号开始台东施工所调整就医回收方式 改由资源回收车来收运 经过台东县环保局在4、5月份的巡查发现 原回收箱设置点达97%没有张乱 改善了原本就医回收箱设置地点容易被弃至一般垃圾的问题 为了让民众将家中整理出来的就医物尽启用 减少废弃物量 台东施工所设置49处就医回收箱 方便就近投入就医 但就医回收箱的四周却出现任意气质的一般废弃物 造成环境张乱 对此环保局加强执行回收箱张乱机查 及违规气质行为的收正工作 全年一废弃物清理法才发总计19件 因此台东施工所从4月1号起调整就医回收的方式 改由资源回收车收运 经过环保局4、5月的巡查后发现 回收箱设置点达97%没有张乱 改善了原本就医回收箱设置点 容易被弃至一般垃圾的问题 环保局呼吁 随意丢弃就医 废弃物会造成环境脏乱 都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行为 可罚款1200到6000元 民众家中如果有就医服 可以先检视区分还可以用的 经过清洗整理好后 交由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收运 这样资源有效利用 并减少废弃物的处理负荷 让台东持续拥有永续的好环境 记者杨子生台东持报道